黑色自小克直持充仿佛 沒看到平交道柵欄已放下 衝過柵欄瞬間和列車撞上 巨大撞擊聲嚇壞其他目擊民眾 轎車車尾被撞整輛車飄移都歪了 阿里山森鐵工程車也有擦撞痕跡 縮性當時車速不快 駕駛沒有受傷下車後不斷解釋 因為太陽陽光刺眼視線一片霧茫茫 根本沒看到柵欄 車禍意外發生在嘉義竹崎 附近民眾說駕駛指稱 當時車子往東行駛 面對太陽很刺眼 但仔細看地上光影影 自在車子的左邊陽光似乎 從車身右邊而來 並非從正面闖平交道又撞上工程車 恐怕事大條 因太陽東升陽光刺眼視線不佳 手車車門以及排葬器損壞 求償相關費用 陽光太刺眼可能造成車禍 警方呼籲駕駛可以善用遮陽板 或是避開太陽升起時間 開車上路 避免發生累死以外 記者和郭文嘉義報導 它是澎湖浮澎 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再加分